你 如果周远把情报转送出去 敌人行动一旦入空 就会乱来震惊我 你们家伙 我等着你高级见见 鲁真山 你跟我出去一趟 出去一趟 接个人 接 接谁啊 你问那么多干嘛呀 跟着去不就完了吗 走了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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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精彩 买精彩啊 疼死我了 撞到哪里了 没事吧 撞到哪里了 我看看 我看看 来来来 撞到没有 没事吧 怎么样 你没事吧 疼死我了 你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吧 没撞坏吧 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送你去医院 真的 没事 没事 走吧 解放军同志你们忙吧 真没事啊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你们忙吧 没事没事 你们忙吧 没事 你们忙吧 没事 你们忙吧 解放军同志 别看了 真没事 来 切开 刺杀共党要员 在雷星宫的三号路口动手 在公路上动手 你一个人可有点悬 你得上山带几个人 来不及了 让韩桓跟着我吧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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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辉 我看见阿辉了 不会吧 是你太想了 看走眼了 阿辉根本没去省城你骗你 我要上山 上山 你要上山找阿辉 好吧 你要想上山 我可得跟你说仔细了 把这个重要情报 免成唐司令 他会加强你的 到了山上见到阿辉 对 替我问声好 小子 你可是要时来运转啊 哼 刘厂长 凌大夫去接城部长啊 你是说他们俩一块去的 哦 改刀了 来了 来 嗯 城部长 有什么事儿吗 敌人要按杀你 哦 屋里说吧 走 事情就是这样 成部长的行程了 我跟小姨给改了改 敌人呐 在这儿正疯狂地赶路 他准备在三号路口向你下手呢 这件事儿啊 又是一个提醒 敌人内外勾结 现在是越来越疯狂了 那锦平镇这边 卢兵同志 我正想跟你说锦平镇的情况 这个大车店啊 水不浅 臣事成说得没错 看来我们对大车店 不仅仅是防范的问题了 那个臣事成要上山找阿慧 他已经暴露了 留着对我们来说也是祸害 我看干脆除掉他 杀他倒是简单 可阿慧他 这丫头 好像对那个姓真的认真了 这可是犯大忌的事 必须马上处理 你要觉得不好说 我来唱这个黑脸 报告 佳和 我来唱了 进来 那个共党头头 根本就没走公路 喂 我要找刘厂长 稍等 我给你转接 喂 喂 我是贞世成 贞世成啊 我要找刘厂长 有急事 有什么话你跟我说吧 刘厂长现在不在 我要找刘厂长 师成 刘厂长他 我要找刘厂长 好 你等一会儿 我先 刘厂长来了 贞世成 我是刘厂长 刘厂长 刘厂长 你赶快去把锦平镇 那个大车店给端了 那是个特务 那个老板娘 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 刘厂长你再听吗 真是乘你冷静点 把话说清楚了 刘厂长 我太糊涂了 我没有脸再见你了 刘厂长 你别管我了 你赶紧派人 把那帮坏蛋给抓起来吧 我以前做过错事 我卖过军粮 给他们搞过情报 这个回 我想收送 要不然 我死也闭不上眼睛 詹世成 我知道你在哪儿 你在岛木工那个针子上 对不对 你现在听我的话 马上回来不要停举妄动 那马上回来 厂长 我向你保证 我以后再也不会做 对不起新近平 对不起你的事了 朕世成 我相信你的话 你给我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陈世成 真诚要击倒木工 只怕他这一去 就再也回不来了 阿辉啊 你病了 没有啊 我 我要跟你说件事情 那个珍世成已经暴露了 他要被共党抓到 不用动刑 就会把我们全咬出来 当断不断逼流祸患啊 我看你还是 割爱吧 割爱 你是让我去干掉他 可他 可他毕竟为我们立过大功啊 他是为我们做了点事 可是 我们的行动最忌讳的就是儿女情长 我认为干我们这一行 最忌惑的就是过河拆桥 阿辉 你在下山几天你就变了 敢这么跟我讲话 我没有变 我还是原来的我 我怎么想的我就怎么说 我 我要提醒你 身为党国的军人 要以党国的利益为重 一起儿女私情 都应该全部抛弃 总指挥的意思是 党国的军人为了目的 可以不择手段 不顾一切 可以六亲不认 不管你立过多少功 冒过多少次险 一旦有什么纰漏 就会人头落地 这不让人觉得心寒吗 姐夫 是不是我阿辉 今后出了什么纰漏 也要人头落地 你这说哪儿的话呀 你是唐靖音的好姐妹 又为党国立了那么多战功 嗯 放心 不管你做错什么 都不会受到伤害的 放心好了 姐夫 为了当国的大爷 我连命都豁出去了 我只希望 你和安洁 可以放过朕世成 你这么执迷不悟 会害了你自己 你这么执迷不悟 有话你就说吧 阿姐 为了我 就放了朕世成吧 阿辉 我提醒过你 不要陷得太深 阿姐 为了追随你 我发过毒誓 下过决心 我这辈子不接触任何男人 可是为了党国的大业 我奉命引用了朕世成 他是我第一个男人 也许是我今生今世 唯一的男人 你爱上他了 从引用 利用到死念 如果这也算是爱 那就是吧 阿辉 你和他根本就是两路人 这样的爱是靠不住的 阿辉 阿辉 我们是无话不谈的好姐妹 阿辉 我跟你说句真心话 我离不开朕世成 我不想让我们的孩子 一生下来就没有爸爸 你 你 这孩子不能要 马上做掉 不 我想要这个孩子 不行 明天我就陪你下山做掉孩子 阿辉 阿辉 这个孩子我一定要留下来 再过几个月 孩子就要出生了 无论是男是女 我都特别开心 我真的没有想到 男人的爱会是那么的火热 更没有想到 女人被爱的感觉 竟然是那么的美好 身为女人 能遇到一个深爱自己的男人 她的一生就没有白火 阿姐 看在你我姐妹一场的情分上 还要我未出生 你也没有想到 你跟着我 那你心里有什么情分上 我真的想到这些人 很急 你不想到我 我跟着她们 这个人也有什么人 你不想到我 你不想到我 有什么事 你不想到你 他就不想到我 你不想到我 他不想到我 我一定有什么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除掉他 可啥會 他是黨國軍人 是我調教出來的人 大師大妃他還分得清楚 周大孤膝 他說你去了 atte 還說你去醫院 查出懷孕了 却省成是甲 怀孕却是针 是 留在山上吧 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我们一家三口永远在一起 是成 留在山上吧 我求 山上确实少穿 生活不容易 根本不适合长期居住 来说 等解放军打上山 你们就是想藏在山上 也不可能了 你以为我们会永远躲在山上 我们要去攻占新井平浪 那里将会是我们的天下 我们可以扬眉吐气地过日子 你笑什么 你太天真了 蒋介石八百万军队都自身难保 就凭你们两三千号土匪 能攻下新井平 别做梦了 你是来给共产党都说客的 劝我投降对吗 我不是说客我是你男人 我是在帮你找出一条活路 神就是死路你知道吗 你和你家和事不会让我活着下山 你知道吗 我保死上山就是为了见你 我要带你一起去找一条活路 好 那你还是呆在山上 我们别无选择 但在山上不是困死 动死恶死 就是被剿匪的解放军打死 与其死在山上 还不如私利逃生 要不然就没有活路了 你根本就没有逃出去的可能 你拿钱对着我 你要是再敢说下山 我就立刻毙了你 没想到你竟然这样对我 我是不想让你死在别人的墙下 好 死在别人的墙下 我心甘情愿 客家 阿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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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有情人你能举起枪 说到做到 了不起 遗憾的是枪打偏了 既然你舍不得动手 花子 把这个工党分子给我拉出去 帮我 滚 滚 滚 阿辉 你的枪法我了解 不杀他也行 你们俩得一起去办一件事 锦平镇有个诊所很暗示 你们一起下山把它除掉 这也可以算作 真事成上山入火的一份见面礼吧 行不行啊 真大科长 事成 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 事成 好 董之辉请放心 我跟着他 他要是敢逃跑 我就一枪毙了他 好 花子 你跟他们一起去 万一他们要反水 就把他们两个全赶掉 董之辉 那阿辉 可是唐司令的姐妹啊 这个阿辉 已经喝了迷魂汤了 是 去吧 好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阿辉 怎么样了 你先进去摸摸情况 阿辉 咱们跑来杀几个 手无寸铁的大夫 不合适吧 不杀他们你就得去死 快去 去呀 去呀 去吧 林医生 谁呀 我真可找 我昨天晚上肚子疼了一宿 快进来 进来 慢点啊 你先在这儿等一下 我进去找林大夫啊 谢谢 来 我说啊 咱们直接冲进去 送他们上西天不就得了吧 少废话 你现在 是慈悲为怀 给肚子里的孩子积得是吧 你要是再胡说 我离开闭了你 好好好 林大夫 我 郑科长 你怎么了 郑科长 你哪儿不舒服 就跟林大夫说 林医生 土匪要来杀你们 快跑吧 杀我们 这半年没动静 是不是这小子反水了 你先进去看看 好 好 大夫 开门啊 林大夫开门啊 有人让看病 林医生你们快跑吧 土匪就在门口 开门啊 快开门啊 赵总 我们一起走 快从后门跑吧来不及了 林姐快走 快啊 快开门啊 开门 没有人 没有人 陈世成反水了 好 走 快去 去镇政府找林区 好 敌人们 快给我搜 你干什么 阿慧 我想要一条火路了 跟我跑吧 你别做梦了 杀掉真送的人 别误他路 跟我回去 我杀了你们的人 我跑不了了 我们别误选择了 你想好了 就来找我 师生 不要走 你不会开枪 不会杀我 不会杀我 你不会 师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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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你别走 师承 师承 阿慧 母 那 我的天 你让 ear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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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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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辉 快走 快走 你放开我 阿辉 师承 你不能连累了弟兄们的性命 快走 走啊 你放开我 撤 你们先走 你肯定地 要走 我 帅 我 什么 他打死了珍世成 姓真的那小子突然反水 阿辉迫不得已就毙了他 姓真的死不足惜 可是阿辉 他让公军打死了 我们也是好不容易 逃出来的 这个珍世成啊 以为只有死才是他唯一的选择 为了新军营 我们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 军区调查组 已经查明了周元的真实身份 他原名叫周丽娜 是国民党上将 总统府战略顾问周世纪 二一太的独生女 他原来是在女子之万读书 在学校的时候就参加了三清团 一九五零年 他考入地方干部训练班 很显然 他是奉命打入我军内部的 他父亲呢 一九四九年逃往香港 但有人说中途去了台湾 又有人说他流浪在海外 具体情况还在核查中 父亲不在 母亲又在敌人手里 这个周元啊 周元的情况 我已向程部长汇报过了 程部长说 像周元这样家庭出身的女孩子 很容易被敌人拉下水 但是 他思想敏锐 能认清刑事 也很容易被我们教育过来 他那次 破坏了敌人对你的暗杀计划 和这次他主动输出贺鼎红 和敌人刺杀程部长的情报 这些都是最好的说明 现在 只有一个人能挽救他 我 好 我知道 厂长 那我走了 真是成的事 对大家是一个进行 思想教育的反面教材呀 来 你看看这个吧 内鬼啊 也会用这种事 打做文章的 这个猴不住武是狗鸡跳墙了 啊 弄到我头上来了 啊 弄到我头上来了 要求党员领导干部 你也留青山 张子善为反面教员 进行自我检查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同时 也要求每个党员 也要求每个党员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时候能来不少领导吧 是啊 但具体谁来还没定呢 对了 刘厂长说要把我这个房子粉刷一下 为了方便工作 到时候就做咱们的新房了 那你不搬到我屋里去捉啊 不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了 搬到你这儿 我不成了上门女婿了吗 什么上门女婿啊 老革命了还这么封建啊你 老革命是老革命啊 这还遇到新问题了啊 周元啊只有一条主路 那就是自首 他自己非常明白 而且他也往前面卖了一大步 周元他年轻 是受家庭影响而侮辱歧途的 他到我们部队以后 受到了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影响 我相信 他会彻底认清形势 为自己的前途着想的 从你的分析可以看出啊 周元具备了转化的内阴和外部条件 我呢 再给他的转化提供一个加速器 加速器 你看看这个 周元的父亲投成了 是 周世纪 一九四九年逃往香港 在九龙啊 遭到土匪抢劫 钱财被洗劫一空 台湾当局以他治港未归为由 取消了他的战略顾问资格 之后 他流落香港 生活难以为继 后来呢 在我党同志的邦教下 他选择了投诚 公安部撤销了他的战犯通缉令 发给他投诚人员证明书 并且 安排他到我军某部做顾问 这是一篇 关于周世纪 弃案投名的报道 这个 国民党上将周世纪弃案投名 战犯新生 成为我军高级顾问 好啊 这不奇怪 化敌为勇 是我党一贯坚持的 同战政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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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走走好吗 出去走走好吗 庄长 你真看过啊 叶公下的周园确实漂亮了 怪不得珍世诚管你叫赛貂蝉啊 都不准别人叫了 你还叫 貂蝉的故事你知道吗 知道 他是三国演义里的人物 我在学校里看过这本书 我是从戏台上知道 从小到大看了很多遍 那台戏叫美女连环记 对 司徒王羽啊 将貂蝉 送给了董卓的干儿子的布 然后呢 又把他献给了董卓 结果呢 徒子俩争风吃醋 然后啊 吕布一弄之下 把董卓被杀了 你说啊 那个王羽 他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 不惜牺牲 貂蝉的每次和幸福 可惜啊 董卓被杀了 貂蝉的幸福也没有得到 最后还是免不了一死 貂蝉后来知道 自己被人利用了 就自暴自弃 自杀 不对不对不对 还有一处戏 叫月下枕貂蝉 你知道吗 貂蝉是被杀的 后来貂蝉啊 被曹操抓去送给了官员 他想拿收买人 可是官员啊 不被女色所用 因为他知道 历史上很多英雄豪杰 都是在美色面前 神败的灭灭灭 他把美女当成了魔鬼 一怒之下 抽出王剑就把她给杀了 貂蝉这姑娘可怜啊 成了全姐们争斗的牺牲品 我也恨她 恨她这姑娘没主见 如果她真是个聪明的女孩子 不被这些个坏人所利用 她也不会丢掉心 可怜哪 刘厂长 你认为我是貂蝉吗 你这么聪明 怎么可能是貂蝉 是贂蝉呢 对了 成部长 让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 来 回去看吧 他让我转达对你的协议 他说如果没有你 他可能早就被爹杀害了 我老师 我 rodz衣 Alban 是让我做的 老师 带你 过来 偶尔 还可以 他 不 爹 周园啊 你能像你父亲一样 选择了弃案同名 我们欢迎你啊 你放心 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 找到你的母亲 把她营救出来 让你和你的父母重新团圆 谢谢程部长 为了不惊动贺灵活 你还要不动声色地和她保持联系 靳靳 小雨啊 你们一定要注意再注意 保护好周园的安全